好 再來看到這樣的爭議 我是台北市有兩家的知名佛州餐館 一家是西門町的新麗大雅 標榜是福州菜唯一正宗的店 另一方面是有一家隆藏路的新麗菜館 自稱說是福州的第一家 好像這樣的正宗之爭呢 其實在餐飲界也蠻常見的 不過新麗大雅的老闆在官網是公開來控訴 說其他也叫新麗的店是混淆視聽 要大家別受騙 結果就被對方來提告 檢方調查就認為說 這影響到的同行的名譽 以違反公平交易法 來進行起訴 紅糟入菜是典型福州特色料理 這家老字號福州菜餐館 新麗大雅開在西門町 知名導演李安 吳聶珍 蔡明亮 都曾造訪老闆蔡政界 也常接受媒體訪問 但去年他為了店名惹上官司 告他的是同行 龍江路這家餐廳的老闆娘 店名也有新麗 新麗菜館 兩家都以福州菜為名 是少數還能嘗到傳統敏菜風味的餐館 新麗大雅的蔡老闆 自稱是全台唯一正宗比物分號 還在餐廳官網公開指稱 另有商家利用新麗的招牌混淆視聽 請客人不要受騙上當 但檢察官認為不能為了競爭目的 公然損害同行的信用名譽 起訴了蔡老闆 其實新麗菜館也強調自己是福州第一家 但老闆娘說做生意各憑本事 不該攻擊對手是騙子 北建曾試圖安排雙方彈劾 新麗菜館開出撤告條件 道歉 刪文並要求蔡老闆不可以再用新麗 兩個字當店名遭到拒絕 和解破局 福州菜的唯一正宗 槓上第一家福州菜 第一回合敗下陣來 老闆還得面臨最高兩年有期徒刑 記者劉松林 田仁祥 台北報導